第十章上山打老虎 当一波打虎英雄 不知道是不是受了拳法的影响 林凡整个人都有些蠢蠢欲动 而且还有一点 那就是老虎能卖钱 不管是昂贵的虎皮 还有虎骨虎肉 都可以换来不非赢钱 老虎浑身是宝 这句话并不是说说而已 君不见就算在现代 老虎受到保护了 依然有不法商贩挺而走险 暗地里宰杀老虎贩卖 一头就能赚上百万 这买卖在国内不比翻读差多少 这个世界虽然没这么夸张 可老虎也非常值钱 虎皮可以卖给富户 用来做奢靡的装饰 虎骨跟虎肉 可以卖给富家子弟 是用来打熬身体的上好补品 还有虎鞭 懂的都懂 这一盘算下来 前方山林的不再是老虎 而是一指移动的银元宝 林凡没有多少犹豫 就朝呼啸的方向走了过去 倒没有冒失冲上去 而是打算看一下情况 不过老虎还没有看到 倒是看到一个小年轻狼狈 朝他跑来 并大声地呼救 救命 救命啊 小年轻叠叠撞撞 整个人狼狈不已 当看到林凡之后 像抓住救命稻草 大声喊道 前面有大虫 前面有大虫 说话磕磕绊绊 显然是被吓坏了 林凡看到老虎还打算伤人 更有不得不出手的道理了 二话不说 将被上的锣筐放下 林凡就大步朝对方后面跑去 小年轻话还没磕巴完 就看到林凡勇猛朝大虫而去 顿时有些愣住了 一时间都忘记继续跑路 最终他想到了石马 也狠狠一咬牙 同样回头跟上 山林小道中 正有一头猛虎在咆哮着 对一个身影展开扑杀 这个身影同样是个年轻人 一身狭刻打扮 不过相比于刚才狼狈的小年轻 他要犀利多了 面对猛虎扑杀 手持一把掌剑在对抗着 一把修长的掌剑被武德密不透风 寒光闪闪 看起来跟拍电影一样 要是普通老虎 还真可能被他给逼退了 毕竟野兽都不愿意受伤 可倒霉的是 他遭遇的是一只虎王 一只不管是个头还是气势 都远超普通猛虎的虎王 只见这只虎王咆哮山林 每一次扑杀都带着一股腥风 那可怕的压迫力 让方圆极里虫鸟无声 瑟瑟发抖 堪比水牛的个头 简直就是肉形重装坦克 能碾压一切敌手 正在对抗的年轻人 确实有两下子 并不是绣花枕头 可面对这种恐怖虎王 很快就落了下风 只有咬牙坚持的份 败王 这基本已是定局 跟着重新跑回来的小年轻 看到这一幕差点吓得晕过去 林凡知道这小年轻帮不上忙 对方敢跟着跑回来 都是莫大勇气了 指望是不能指望了 不过他也没有指望过 这位少侠你且退回歇息 这只大虫让我来 林凡深吸一口气 就一步步朝虎王走了过去 正在艰难抵抗的年轻人文言 抽空朝林凡看了一眼 当看到一幅文若书生模样的林凡 顿时摇头道 你快走 这不是你能应付的 倒是侠义心肠 林凡文言微微点头 对方都几乎必死了 也没有想或水东引 拉他来垫背 这样的性质 确实算得上侠义心肠 不过越是这个样子 林凡就越是要出手了 一条活生生的生命 没办法帮也就算了 可他现在有办法帮啊 虎王而已 他很想试试 生龙活虎的体魄 专门打老虎的拳法 对待武林高手 他可能会虚 但区区一头老虎 他还没有虚这一说 林凡决定下来 没有去废话时摩 而是在边上带住机会 一个蓄力飞跃 打出上山打老虎拳最强的招数 今晚打老虎 拳法称呼很潦草 但气势却非凡 用处的瞬间 将虎王的虎威都给压制了下去 虎王本来就被年轻侠客吸引了注意力 加上上山打老虎拳的特殊压制 面对林凡的最强杀招 根本来反应都没有 就被一拳打飞 净千斤的虎王 在飞扑的情况下 被人一拳给打飞了 这不亚于一辆小轿车 在高速行驶下 被人一脚踹飞的效果 好猛 年轻侠客看到这一幕 不自禁地瞪大了眼睛 砰 虎王砸断一棵树木 才泄力落地 嘴角有血液溢出 显然凌凡的杀招 给了他不小的创伤 不过虎王身经百战 是一路杀出来的亡者 这点创伤 自然没能让他退去 反而激发了属于亡者的凶性 吼 震耳欲聋的虎啸 哪怕是实力不俗的年轻侠客 也一时有些愣神 不过林凡却不受影响 反而体内的血液在不断沸腾 在接收上山打老虎拳时 他在系统的模拟空间内 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打虎的记忆 面对虎啸不担不怕 反而斗志更加高昂 灭触 受死 林凡猛瞪双目 看起来比虎王还要凶狠 完全没有平时那文若书生的模样 犹如一个勇猛的打虎英雄 没有拿任何武器 就一双血肉拳头 他就主动朝虎王发出攻阀 上山打老虎拳 看起来招式平平 可每一次都能针对虎王的扑杀 做出反制 完全压着虎王打 不管虎王怎么怒吼连连 都没有作用 这是反扑归真 年轻侠客目光一凝 完全插不上手 轮为了吃瓜群众 小公子 您没事吧 刚才吓坏的小年轻 急匆匆跑了上前 我没事 我不是让你快离开吗 怎么又跑回来了 年轻侠客有些责备道 还有这个豪杰 是什么情况 人家不是担心你吗 小年轻嘀咕一句 然后却越回答道 这位公子 是我刚才在路上碰到的 他听到我说有大虫不担不跑 还二话不说跑来帮忙 小年轻唧唧喳喳 让询问的年轻侠客搞清楚了状况 面对凶猛大虫毫不犹豫帮助 这真是侠义心肠的豪杰 年轻侠客真诚夸赞 看向林凡的目光满是欣赏 恩恩 小年轻连连任可点头 这头大虫要输了 突然年轻侠客开口道 两人齐齐朝战场望了过去 实际确实如此 在林凡的打虎拳招呼下 哪怕是虎王也扛不住 身上多处骨折 血液不断从嘴角溢出 显然受了很重的内伤 咚 林凡再次重重一拳 打在虎王的眉心处 重达千斤的庞然大物 就这样被一双铁拳硬生生干趴 武松打老虎 还需要棍棒帮忙 但林凡打虎王 却什么都不需要 就一双拳头足以 好强的权力 年轻侠客再次称赞 林凡硬生生干趴虎王 也是有些气喘 不过深吸数口气 就缓了过来 生龙活虎的体魄 让他出奇的持久 不过就在他准备收拾虎师好卖钱时 刚才一副挂臂的虎王 猛然活了过来 由猪式的原地起跳 几个飞跃就窜入了茂密山林中 到嘴的银前 就这样一溜烟跑了 林凡的动作停在半空 整个人一下子不好了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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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